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康成没有看 许家慧也不让看 车上还有他们快两岁的女儿呢 安全第一 但是没一会儿 手机又响 接着也就是十多分钟的功夫 陆续响了三次 康成忍不住去拿出手可及的手机 许家慧制止了他 自己拿起了手机 他的指纹能解锁 手指一刷解了锁 然后就看到了那三条来自康成的弟弟康强的消息 我的房租到了 去交房租 得先交半年的 八千 凯凯慧生气 过几天要做手术 我感冒了 拿药也得花钱 我手里总共还有二十一块钱了 你先给我转两万块钱吧 凑个整数 许家慧看着这信息 一边怒火生疼 一边想着 怎么让康成看不到这些信息 就在他想的功夫 康成大约也猜到了一些端倪 直接靠边停车了 许家慧没有删消息 删了没用 一次不成 康强还会发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康成看到消息 脸一沉 许家慧忍不住说 这次绝对不能给他了 他没钱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凭什么咱们挣的钱给他花 康成叹了口气 没说话 把手机放回原处 重新开车 虽然康成没有直接转钱给他弟 但是许家慧再也没了赏花的兴致 因为他知道 按照以往的习惯 只不过是早一点 晚一点的事罢了 康成总是无法拒绝他的家人 满眼绚烂的樱花 抵挡不住许家慧内心的愤怒 原本浪漫的樱花之旅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 草草结束 反程 虽然许家慧什么也没说 但是康成能感受到他的愤怒 一路上 许家慧强忍着不提这事 终于在康成把车开进自家车库时 他忍不住爆发了 康成 我把话撂这儿了 这次说什么我也不同意 说着 他把康成的手机拿过来 把里面的钱都转到了自己的账号里 他知道 但是制止 他根本制止不了康成 多少次了都这样 许家慧真不明白 他怎么就遇到了这么奇葩的一家吸血鬼 都盯着康成那点工资不放 康成的家里有公婆 小姑子和康成一家 自打他和康成结婚后 他们商量好了似的轮番找康成要钱 要钱的名目也是层出不穷 小到一贴膏药 大到住院掏钱 住房掏房租 先说康成他爸 患糖尿病三年 从检查到用药全是康成掏的钱 由此他爸打电话让康成给买膏药 康成实在没时间买了送去 就从网上给买了 结果他爸收到药后 非说那药是假药 虽说是网上买的 但康成是从正规店里买的 按说不至于假 但是他爸咬定是假的 非让他重买 还给他拍了样品照 直到康成拿着药品去药店里买了 又开车给送回去 他把财把修 后来和康成一起回婆家的时候 许家慧不经意地问起 高药是谁给开的 公公说是医院开的 许家慧说 医院里的药醉针 你直接在那里拿就可以了 公公说 我没钱 他说的理直气壮 许家慧简直被气得吐血 直接问 你不是有工资吗 公公说 那点钱早就花没了 许家慧心里明镜似的 什么花没了 不过是被康强一家给抠走了 康强和他老婆懒得出奇 正经工作不干 在公婆家吃饭 变着发的花他们的钱 更气人的是 他们嫌自己九十平的房子太小 干脆出去租了个窗面几近的大房子 让康成给出房租 然后把自家的小房子出租了 小姑子这个作心也不是善茬 他带了网贷还不起 干脆把家里的房子给抵押了还账 还问康成要钱买包包 买化妆品 说白了 康成就是在一个人养着一家人 不 应该是也在花他许家慧的钱 因为这都是共同财产 这几年许家慧算是看透了 他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 根本填不满 康强租大房子自己不出房租 还想让他们给出 这梦做的可真美 就算是养公婆是应该的 他们也不能连带着养康强和小姑子吧 许家慧这次做好了准备 从这次开始 他要把紧康成的钱 再也不做无谓的付出 但是许家慧低估了康成对家里的忠诚 康成趁着许家慧搂孩子睡觉的功夫 想给康强转钱 他知道许家慧的愤怒 但是他也不想康强难过 毕竟那是他的亲弟弟 康强开口了 他总不能置之不理 他转钱的时候才知道卡里的钱没了 想想许家慧在车库里拿着他的手机 不用问他也猜到了几分 他既不想惹怒许家慧 也不想让康强失望 可是这钱他该如何弄 两万不是小数 他和好哥们开了口 足够铁的关系 再加上康成之前曾经借出过钱 好哥们在打电话确认后 爽快地给他转了两万块 然后康成把钱转给了康强 康成在借钱的时候 没好意思和哥们说让他瞒着许家慧 所以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许家慧耳朵里 不是康成哥们说的 是哥们的媳妇说的 平常他们关系好 两家走动得多 因此两个女人也会私下里联系 而那哥们借出两万块也不是小数 和媳妇抱背后才转的 兜兜转转 许家慧就知道了康成借钱的事情 然后他用脚丫子想想 也知道那笔钱是给了康强 不可避免的许家慧和康成大吵了一架 这种时候其实是许家慧一个人在吼 在闹 康成自知没理 一句话也不说 认许家慧数落 连许家慧的拳头落在了他身上 他也不闪躲 然后没多会儿 许家慧就想面对一头毫无脾气的牛 而正是这头毫无脾气的牛 才让他的家人牵着鼻子走 这么一想 许家慧便不想骂 也不想打了 康成是明知故犯 能有什么办法呢 许家慧想到了离婚 或许只有离婚 他才能逃离康成这个窝囊费 才能不再被康强他们间接压榨 以前他曾经无数次想过离婚 但是都被自己否定了 因为他还贪恋着康成的好 毫不夸张地说 康成除了傻子一般补贴家里这一点 让许家慧生气之外 康成几乎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毛病 他会看孩子 会做家务 对许家慧的父母也好 可是就这一点足以让许家慧窒息 不离婚就意味着要和康成一辈子任由他们随时要钱 他不想养他们 他凭什么养他们 康成愿意让他自己去养吧 他累了 不想继续了 所以许家慧平静地说 康成 咱们离婚吧 你的钱还给你 说完 许家慧把钱又重新转给了康成 并说 你把钱还上吧 康成看着回来的钱没有一点喜悦 因为以他对许家慧的了解 许家慧是心死了 许家慧闹他不怕 每次闹完他还是会和他一个锅里吃饭 康成害怕安静理智的许家慧 他说 家慧 我改 你不要提离婚 许家慧摇了摇头 没说话 能说什么呢 要是能改的话早改了 康成没有接受许家慧转过来的钱 他也不同意许家慧提出的离婚请求 许家慧也暂时没有提离婚的事 尽管心死了 他不信康成能改 但是死了的心还是会心存幻想 或者说他的心还没彻底死掉 还需要看到康成再次被家人吸血 才能真正地死 他开诚不公地和康成谈了一个晚上 让康成配合他演一场戏 康成到底还爱着许家慧 不想这个家就这么散了 只有和许家慧结婚后 他才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他不想离 所以他同意配合许家慧 许家慧给公公打电话说 爸 康成这次体检查出坏病来了 胃里的毛病 医生说需要准备一大笔钱治疗 家里还有钱吗 我这边的钱 医生说还不够个零头 你可一定要帮康成想想办法 在老家里给康成凑一凑 我在这边也想想办法 是的 许家慧的办法就是 让康成装病 看看他们什么反应 许家慧就是要让康成看清楚 他养的一家什么样的人 公公直到听完许家慧的话 都没说半句 电话就在许家慧自己的声音中结束了 康成在一边听着黑着脸 过了一周 许家慧又打电话 爸 你那边钱筹得怎么样了 公公说 我能去哪里借钱 许家慧说 那康成之前给家里转过不少钱 你们先凑凑 我们回去拿了先用着 公公说 那些钱都花了 去哪里凑 许家慧再说 等康成手术的时候 你和妈过来帮忙照顾吧 这个病花钱多 我还得挣钱给她治病 还有孩子 我们也看不过来 接下来 许家慧和康成就听到了婆婆的声音 我们哪里有时间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真的是 得个烧钱的病 还以为能多沾点光呢 虽说是假的 但她妈这态度的确伤到了康成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过了些天 她妈居然打电话让她回去 说要有大事要宣布 许家慧当然带着事先搞到的检查单之类的回去 以防万一 结果回家以后事态发展 就连聪明的许家慧都没有想到 家里的人很多 除了家人 还有几个本家亲戚 另外两个人 连康成都不认识 她爸看了一眼康成 说 有件事情 我也该公开了 26年前 你的亲生父母意外去世了 你奶奶怕养不了你 突然领养你 我和你妈就领养了你 后来 我们又有了康强和康丽 康成被这一个消息炸蒙了 更让他蒙的是 紧接着从他爸嘴里说了出来 我们养你一场 你是时候认祖归宗了 咱们的父子缘分也到此为止了 康成这才听明白 他爸这是在和他解除收养关系 结合电话里婆婆说的话 许家慧也完全听明白了 他们这是甩包袱呢 他们怕康成这个病连累到他们 他们这是早就商量好了 那两个陌生人 是康成他爸进来的证人 几个亲戚是见证人 就这样 康成麻木的签字画鸭 完全在他爸单方面的操作下 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许家慧倒是拿起写意看了下 除了关系解除了两不相欠 并没有对康成不利的地方 看来他们是真的急于甩掉 康成这个病秧子了 许家慧开车回的家 一下子这么多事情 康成根本消化不了 许家慧整整陪了康成两天 他又和康成的一个表姑联系了下 康成这个表姑一直带康成很好 和许家慧也一直来往 当然没有提康成装病的事 康成他表姑 这才知道他的身份已经被公开 他又专门去找了一趟康成他爸 结果康成他妈说 真是倒霉催的 本指望把他养大了 中点钱花 给我们养老 谁知道他自己得了烧钱的病 我们还留着干嘛 表姑没说别的 别人的家事他也不能掺和 他直接去了康成那里 康成打小听表姑的话 表姑对他说 他爸妈结婚好几年都没有孩子 就领养了他 结果后来又生了康强和康丽两个 他们自然是疼自己生的 加上那么多年 他们才有亲生孩子 结果就把康强和康丽 惯得不成样子了 接下来的事情 康成就记得了 即使他考试考得好 他爸妈也不会表扬他 凡事都是他爱批评 康强康丽犯的错 基本都有他来背锅 得不到爸妈的关爱 他愈加拼命讨好 结果越讨好 越得不到 成了一个死循环 这也是长大后的康成 为什么对他有求必应的原因存在 童年的经历 使他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对家里的每一个人 都想竭尽所能地讨好 想想前因后果 康成明白了他不得宠的原因 并非他不够好 而是因为他不是亲生的 而这一点也不是他能够选择的 许家慧也柔声细语地安慰他 他说 康成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出身 但是你是一个很棒的爸爸 很棒的老公 也是一个合格的儿子 你足够好 许家慧甚至做好了 带康成去看心理咨询师的打算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个技术 竟会引出这样的结果 在内心里 他也是有内疚的 所以无论如何 他要帮康成调整好心态再说 许家慧没想到 康成自己想明白了 是的 康成明白了 过去他无法选择 未来他和许家慧的未来 他要好好把握 后来许家慧鼓足勇气问康成 有没有怨过 他让他装病失去的家人 康成说 没有 相反 他感谢经此一事 让他做回了自己 不再盲目地讨好那一家人了 康成也鼓足勇气 和许家慧商议 毕竟他们养他长大了 他想给他们两万块钱 就当作是个了断 这次 许家慧没有反对 康成当着他的面 给他爸转钱时 输了数字 点击转账时 他才发现 他爸 把他给删了 他便也放弃了 转账的想法 结婚纪念日那天 康成拿出一枚戒指 戴在许家慧的手上 说 家慧 我很庆幸 遇到的是你 许家慧说 我也是 康成感谢许家慧 没有轻易放弃他 许家慧感谢命运 成全了他 命运终究是向善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